腾讯体育11月7日训NBA常规赛 今日共进行了四场比赛 雄鹿不敌开拓折与猛龙差距拉打 来往大胜太阳重返前八 太阳和富于独行侠的奇才深陷榜尾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数据之随 以及今日比赛过后 洞西部阁队排名有何变化 东部联盟 东部联盟球队排名熊鹿与猛龙差距拉打 此前八胜一副和猛龙一同成为东部最之首可 这球队的熊鹿可场103到118负于开拓者 遭遇本三季第二场失礼 战绩变为八胜二副仁排名第二 和猛龙相差1.5个胜场 领先第三的步行者1.5个胜场 之后熊鹿将先后面对勇士 快船和绝巾 如不能战胜强敌 和猛龙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打 篮网重返前八篮网克场104 比八十二大胜太阳 连续两场至少赢下20分 近四场取得了三场胜利 战绩变为五胜六负 排名从第九升至第七 虽然胜率还不到五成 但这已是篮网自2012 到一番赛季以来的最好开局 接下来篮网将面临连续三个课场 先后对正希部排名将两位的勇士和绝金 这对他们将是极大的考验 近日没有比萨的活塞 跌住前八 四胜五负排名第九 七财身线版尾七财的糟糕表现仍在继续 面对同样是运篮球队的独行侠 七财打出了过山车般的表现 上半场输令21分 第三节追到10分之内 末节再次被拉开差距 最终客场一板 119不敌对手 战绩来到了二胜八负 竟好于其事 是联盟第二差的战绩 七财阵容变化并不大 新加盟的霍华的也迎来付出 但仍没有任何效果 看来通过交易解决队内矛盾已实施在必行 黄蜂追平76元黄蜂组场113比102战胜老鹰 战绩来到六胜五负 和第五的76元一没有胜场差 实力的老鹰战绩变为三胜七负 人排名第十一 东部目前排名为猛龙第一十胜一负 雄鹿第二八胜二负 复兴日第三七胜四负 凯尔特人第四六胜四负 七十六人第五六胜五负 黄蜂第六六胜五负 蓝王第七五胜六负 热火第八四胜五负 西普联盟 西普联盟球队排名开拓者 稳去前三开拓者主场拿下雄鹿取的两连胜 战绩来到八胜三负稳居第三 距离第二的绝筋还差两个胜场 领先身后的马刺一个胜场 开拓者开局至今的十一场比赛 场均轰下117分 是队史近三十年的最高分 他们已经找回了上赛季常规赛的感觉 太阳西部垫底之前 排名倒数第二的太阳回到垫底位置 上一场战胜荤雄的他们没能继续赢球 球队竹长22分采负拦网 战绩来到二胜八负排名西部垫底 三联盟也仅靠过一胜九负的骑士 独行侠竹长拿下奇才 六连百后终于迎来一场胜利 战绩来到三胜七负 排名从之前的垫底位置变为倒数第二 领先太 杨一个胜场 西部目前排名为勇士第一十胜一负 绝对第二九胜一负 开拓者第三八胜三负 马次第四六胜三负 快船第五六胜四负 国王第六六胜四负 没停 第七五胜四负 回雄第八五胜四负 金玉数据之最 得分王 先之一 麦克勒姆开拓者 四十分在开拓者主场祭拜熊鹿的比赛中 麦克勒姆首发出占三十五分钟 他高效二十六投十七中 其中三分球十中午 把球二中一 砍下四十分五篮板六度攻四强段 创下个人本赛季得分新高 前十场比赛麦克勒姆还未恢复上赛季的状态 得分和命中率都不如以往 本场他终于打开杀戒 在比赛中展现了绝佳的状态 尽管莉拉德表现低迷 但他完全接管了比赛 尤其是第三节连续投篮命中 单节哄向市九分 带队赢下了强敌熊鹿 篮板王 哈里森巴恩斯独行侠 德安德烈爱段太阳 三篮板在独行侠主 长战胜奇才的比赛中 巴恩斯首发打了三十一分钟 降下十三个篮板 其中三个前场篮板 他在比赛中十三投六中 其中三分球五中二 把球五中五 贡献十九分十三篮板 分主攻二抢断 十三个篮板追平巴恩斯 是摇单场最高篮板记录 在太阳主场惨妇篮网的比赛中 状元秀爱段首发出站三十一分钟 同样降下十三个篮板 其中两个前场篮板 他全场十七投六中 罚球三中三 得到十五分十三篮板三助攻 在比赛中来往给了爱顿 不少中距离和高位投篮的机会 但爱顿手感不佳 赛后他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像个机器人 今后不会这样了 助攻王 特雷扬 老鹰 约翰沃尔 其他十助攻在老鹰刻长赋予黄蜂的比赛中 特雷扬首发打了二十九分钟 他十九投八中 其中三本球七重力 拔球二中二 拿到十八分三篮板是助攻 之前特雷扬在对阵热火的比赛中 砍下二十四分十五助攻 亦是年度最佳新秀的竞争者 本场他三分线外手感冰凉 但依然展示了不错的传球视野 还多次上入篮下得分 在奇才客场不敌独行侠的比赛中 沃尔首发出战四十一分钟 抬二十投八中 其中三位球六中二 发球八中越 得到二十四分次篮板是助攻 三场断尼盖茅 虽然奇才表现糟糕 但沃尔本场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抢断王肯特·贝兹默尔老鹰 CJ麦克勒穆开拓这次抢断 在老鹰客场赋予黄蜂的比赛中 贝兹默尔首发打了二十八分钟 他十二投六中 其中三位球七中二 罚球三中二 贡献十六分二软板一助攻四抢断二盖茅 贝兹默尔半场和林书豹 打一当后场时效果非常好 一堵带队散超了比分 抢断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截至目前场均送出一点八次抢断 在老鹰的体系中 球队已经开始重点培养年轻球员 贝兹默尔两年四千万的合同 是球队的一个负担 如果有机会老鹰会送走这名低调的球员 开拓旧的买科勒木也在比赛中送出四次抢断 盖茅吧 多里安芬尼史密斯独行侠三盖茅在独行侠主场战胜起财的比赛中 芬尼史密斯替不出场二十八分钟 他五投三中 其中三分球四中三 拔球二中二 拿到十一分五来百三盖茅 芬尼史密斯一直在进步 之前在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中 拿到生涯单场最高的十九分 在八分饲养伤期间他成为主力 如今回到替补仍然表现不足 在攻防两端展示出越来越多的自信 是独行侠最出色的外线榜守者之一 赛季前十场比赛场均得到九点二分三八篮板 零点九抢断零点膝盖茅 投蓝命中率百分之五十三 三分命中率百分之四十呦 立川